王醒之先生领衔的 你是否同意基隆市政府应拒绝协和电厂 含其附属设施第四天然气接收站 于基隆市水产动植物保育区填海造地 重大政策公投提案 针对其所提出补证的补充说明 本府已审查完成 认为合余规定将依法进行后续的程序 为了推动基隆霍海公投 领衔人王醒之前一天拜会基隆市长谢国良 希望加快审议 而是隔一天市长谢国良宣布审议结果 基隆市政府在搜授提案人 针对第一次补证补充说明之后 不仅会办本府相关局处的意见 也积极征询汇整各界意见及法律见解 经内部讨论审查 决议本案合余规定 主要是这一次的补充说明 特别将本提案事项 合以细数地方自治权限 再加以说明 针对内政部回复本韩 韩文所提 本提案为中央权限 经过这一次补充说明 与宪法保障地方自治精神 本府认为依照地方自治法第十九条规定 渔民的生计 环境的保护 地方的观光 市民的安全 涉及地方事物 居民自有提起 地方性公投之权利 地方政府亦有办理公投的权限 本府依据本市公民条例自治条例规定 后续将含请护证机关 于十五日内查对提案人 并依该提案性质 分别含请相关机关 收受该韩文后 三十日内提出意见书 侍经本市选委会书面刑事审查通过后 就会通知提案领衔人 于十日内领署 领取联署表册 展开第二阶段的联署 市府除了准许提案人 进行地方公投的权利之外 也针对内政部先前的认定 也针对先前内政部的认定 有不当限说 金融市地方自治权限的问题 我们在做一些法案分析上 我们有注意到一点 就是内政部的函事 其实经我们的法学专家 在仔细的审查后 有发现说 其实它有不当限说 本市地方自治的权利 所以我认为在这样子的基础下 宪法应该是保障 金融市有地方自治的精神 因此也保障 他们所提出的事项 如为地方自治事项 本府则有权利 准许提案人 进行地方公投这样的权利 那内政部的函事 在我们的认定是不当限说了 地方自治的权限 所以经过他们 属于第一次补证内的补充说明后 本府决定同意他们 进行到下一个阶段 虽然第一阶段 市府已经审查 同意符合自治事项 但公民团体还要进行 后续的程序 待刑事审查完毕后 才能进行所谓第二阶段 公民投票案联署 记者黄绍铭记录报道